各位好,欢迎来到聊聊,我是三三 想问您的问题,如果说到咱们中国的国粹,你都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有人脑海里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经常在生活中经常会玩的一种东西,麻将 没错,麻将也确实算得上是咱们的一个国粹了 但还有一个大家也肯定都是听过,都是接触过的 那就是戏曲,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中国的戏曲那是相当出名的 在戏曲发展的早期年间啊,戏曲的角色名称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化的 一直到了元代角色的名称才算是基本固定了下来 大体上分为声、胆、敬、莫、丑这五大类 然而,随着戏曲文化不断的进步发展,从而呢,使莫角被规划在了声角之中 所以在现如今的戏曲行业里面就不会出现莫这个角色了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用圣诞镜莫丑这样的字眼来给角色来命名呢? 关于戏曲的角色名称是怎样流来的 这个说法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说法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诞镜莫丑这样的划分源自于古印度的繁剧 人们呢,会用青楼集中的一些词作为证据 这其中的角色名称的确是与印度古典戏剧中的角色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做一定分析的 那最终才有了生诞镜莫丑名称的由来 这种观点相对于前面一种观点更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 这种观点认为,剧中角色的扮演呢,都是反义的用法 通常扮演生诀的人大部分是男性,并且根据年龄的大小呢 角色又分为了老生、小生、武生、红生等等等等 那么,在戏曲的整场演出当中,生诀可以算得上是主角了 更是整场戏的关键所在 因此呢,在戏曲上对生诀有很严格的要求 你要有一定的唱功功底 并且要做到唱腔唱词都要十分的熟练 而且还要能够活灵活现的把角色演绎出来 所以啊,人们就把反熟的意思将其命名为生 然而,蛋呢,是对女演员的称呼 所以可以很好地看出,蛋的扮演者是女性 并且根据年龄和身份的不同 蛋呢,又划分为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等不同的角色 那古时的时候呢,人们会这样认为 只有在傍晚时分才是女性出来活动的重要时刻 认为女属殷 所以啊,才会把与羊相对的殷命名为蛋 甚至用来代替女角 那金所扮演的角色呢,是花脸 这类的角色大部分会以各种彩色的脸谱 从而突出人物的性格和相貌 所以说,人们才会有反脸不干净之意 最终命名为静爵 但是,静爵呢,都是男性演员 并且按照熟练的唱功和能力 又重新划分为了正经和负经 那么,最后扮演丑爵的人啊 大部分都是头脑比较灵活或者聪明的人 整部戏剧的完整和气氛都要靠这个角色来烘托 并且,他们的扮相是十分怪异的 人们才会用丑来称呼这个角色 其中,丑爵呢,又分为文丑和无丑 那就像之前咱们说过的话归为生爵的墨爵 大部分都是由中年男子所扮演 后来又命名为莫尼·莫尼瑟 在戏剧编案当中是最先出场 并且引导后面戏剧发展的演员 所以说,人们把反手出场这样的方式 称他们为墨爵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第二个观点 也就是反应的说法也是我本人比较认同的 好了,那看完本期节目的您 您觉得哪种观点是您更认同的呢?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 那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